小妖闻言几乎要当场晕厥 经过语无伦次的一番解释后 郡帝终于还是开轮 没让枪炫知晓此事 但他还是将此事让人通知了枪炫身边的陆收 让陆收去办 没几日 陆收便领着一堆世家子弟来到了小妖面前 表面说是陪他游园散心 实际的意图却昭然若揭 经过宝珠仪式 阿念担心小妖的眼光 全程陪同 小妖至今记得 陆收见到她时那古怪的表情 她本来下意识想开口解释 可在郡帝之命面前 她的解释显得那样苍白无力 在游园过程中 向来滔滔不绝的小妖都沉默了 恍惚间 她甚至以为自己犯了什么十恶不赦的重罪 正被人游街示众 奈何那些精挑细选出来的少年郎君抱着任务来 不住往她身上抛话题 小妖不回复也不是 回复也不是 只能干笑着敷衍 好不容易结束游园 小妖痛快地洗了个澡 瘫在榻上休息 半夜 阿念悄悄推门 钻到了她榻上 姐姐 今天那些男人 你觉得怎么样 小妖将被子一概蒙住头 无感情说 别吵我 我睡着了 阿念猛地坐起 难以置信 你不会真爱上那个宝珠了吧 小妖实在太累 翻了个身懒懒地说 爱谁谁吧 阿念正难以置信 心内却冷不丁 闪过一个念头 她这幅什么都不在意的样子 竟然像急了当年那个九头腰 她对香柳的印象 几乎都来自于她以命杀骨那日 和她的直接接触 少之又少 可她却说不上来为什么 也许是她的某一个神情 又或许是她对待某件事的态度 又或许只是平常的 不能再平常的一句话 她没来由地觉得 小妖和那只九头腰骨子 本质上都是同样的人 可 无论是图山景还是香柳 哪个说出来 不是大荒鼎鼎有名的大人物 她一直认为 当一个人见过巍峨的高山之后 便不可能看上一座毫无特点的山丘 可小妖却 她宛如看疯子一般看着小妖 想故意拿话刺激她 要是让香柳知道 你如今看上的是一个平平无奇的男人 恐怕她死了都得被你弃活 小妖文言果然瞬间清醒 她慢悠悠地转过头去 笑得意味深长 那可不一定 阿念看着她 难以置信地摇头 疯了 你真是疯了 你说是就是吧 小妖拿被子盖头 懒懒地说 第十八章 和音不归去 怀上秋山 次日 俊队召见了她 小妖刚好想找俊队提去玉山静养 恢复灵力的事 于是她十分爽快地去了 谁知还不等她开口 俊队便开口问她 宝珠是谁 小妖表面不动声色 内心却已将阿念赋斐了好几遍 她保持着一个体面的微笑 轻快地说 她是我在岛上的邻居 俊队点头 小妖心中正松了口气 俊队却又抛出了一个更犀利的问题 听阿念说 你心悦于她 小妖甘笑 阿念她平日总爱捕风捉影 疑神疑鬼的 总爱胡说八道 俊队却不给她继续说话的机会 淡淡打断了她 没有反驳 看来是真的了 小妖低着头 沉默不语 俊队淡淡道 昔日在你与赤水风龙的婚礼上 你追随防风贝而去 那时 我给了她入坠高新王室的机会 可惜 她拒绝了我的提议 没过多久 便传来 她因拒不交还你 坠崖身死的消息 自此 天下揭传希灵小姐 与防风二公子情深异常 你为她不惜在赤水市族长的婚礼上逃婚 而她也为护你坠崖而死 小妖听得心惊 这些是香柳从未与她说过 她竟然一无所知 她还记得 那日香柳让她感受到了自己的心痛 那时她满心悲愤 恨香柳竟然绝情至此 竟忘了深究 香柳为何会如此心痛 可谓何俊帝忽然提起防风被 防风被与防风意应接连出世 防风小怪深受打击 自此一蹶不振 而防风争虽有新婉江青大厦 却受限于能力 她的努力不过是徒劳挣扎 防风家还是日渐示威 俊帝继续说 防风市毕竟曾是大荒内盛极一时的家族 若你那位朋友愿意 我可以找人安排后续 小妖呆住了 她的语气平静 话说得委婉 好似在说的事情 不过是今日吃什么这样的小事 她目瞪口呆 确认阿念不在场后 她这才结结巴巴地说 您什么时候知道的 我什么时候知道的并不重要 俊帝说 重要的是你是否过得快乐 若你与她相处自在快乐 作为父亲 我会支持你 若你独自也能过得很好 我依然支持你 无关其他 只为你曾唤我一生爹爹 我便一直是你爹爹 小妖不禁泪失眼眶 哽咽着磕头 谢谢爹爹 起来吧 借着起身 小妖悄然擦去眼角的眼泪 起身时 她已恢复如常 她将自己想去玉山 恢复灵力的事提了出来 郡帝欣然同意 你若无心当下一任王母 我会一并告知玉山 你只管去就好 她的语气温和恳切 小妖险些又要掉泪 这样一来 她不用当王母 也能留在玉山了 她再无后顾之忧 你打算何时去玉山 我叫人安排天马 小妖意志住心中的波澜 忙道 反正我的灵力 已经费了这么多年 不差这一两天 郡帝静静看着她 小妖渐渐低下头去 心虚地说 我 好吧 我想先回一趟岛 因为岛上还有人在等她 想起象柳 小妖不禁偷偷弯了唇角 郡帝只坐没有看到 一个月过去 小妖盘算着差不多该走了 阿念却还想多待一会儿 小妖只能先行一步 而成天马回岛的路上 小妖仔细反思了下自己 在清水镇作文小六时 老穆他们是他的亲人 回归成为高兴王级后 他有父王的宠爱 有一个疼他的哥哥枪炫 有一个明明好心 却总与他降嘴的妹妹阿念 在后来 他知道了当年母亲 抛弃他的真相 从此 他又拥有了来自 亲生父母的爱 他这一生 的确有许多颠沛流离 三番在生死边缘挣扎徘徊 但与此同时 上天也给予了他 许多人真切的关心与爱意 其中不乏是他所爱的人 如今的他 不愁吃穿用度 有自保之力 所爱之人也在身旁 说到底 他其实已经比世上很多人都幸福了 既然如此 他还有什么可耿耿于怀的呢 小妖彻底释然 不禁微笑 天马缓缓落在岛上 小妖自上跳下 迫不及待地冲回医馆 踩入庭院便四顾寻找 香柳 我回来了 你在吗 他里外翻找了一番 连一个人影都没看到 他正纳闷着香柳这一个月跑到哪儿去了 转头却冷不丁发现 一名雪式的白衣男子 居高临下地坐在庭院乘凉的大树上 横生的树枝上 如墨叶色下 他整个人白得刺眼夺目 他好整以暇地盯着他 也不知道在这儿等了多久 小妖回望着他 心不知为何砰砰跳得厉害 哪知香柳嘴里看似调侃玩笑 可语气却阴侧侧的冷 西玲小姐不是在高薪游园 择续完的勒布斯鼠吗 怎么如今又回来了 看来香柳这个月找不到他 还是出去打听过消息的 一想到香柳也担心过他 小妖瞬间里不直气也撞 你明明知道 我没有 是吗 香柳纵身从树上掠下 站到他跟前 小妖望着他有一瞬的恍惚 记得初见他时 他也是从这样一棵树上 鬼魅般朝他飞来 小妖望着他发呆 香柳轻弹了下他的额头 冷声道 别走神 小妖笑得谄媚 有嘴滑舌 哪能啊 即使走神 除了大人宁 我还能想到谁 香柳似是要被他逗笑 可又紧急抿唇倾咳了几声掩饰 他挥了挥手 庭院前的椅凳机灰 瞬间干净了 他又做了个请的手势 俨然一副主人姿态 小妖心里嘀咕着 这是我家 表面却还是大辣辣 大辣辣网那一座 静使唤起了香柳 豪放地说 我记得酒窖里还有几坛酒 去取来一坛 我请你 香柳盯着他 小妖若无其事地一开视线 装眉看到 片刻后 他听到香柳起身的动静 小妖内心狂笑 可表面却仍然不动声色 与其在这儿装死 不如想想一会儿该怎么解释 香柳一边淡淡说着 一边取来酒放在桌下 给他和自己各倒了一杯 小妖笑嘻嘻地坐起身子 将杯中酒一饮而尽 赶在香柳发问前 他主动且耸包地 将这一个月来的事情 一五一时地交代干净了 林默 他可怜巴巴地望着香柳求情 我陪那群男人 虚与尾移了整整一个月 已经很惨了 大人您就别为难我了 香柳似笑非笑地挫着酒 伸出手勾了勾 过来 小妖毛骨悚然 她最怕她这种表情 不仅没过去 反而离得更远了 是你过来 还是我过去 小妖忙不迭凑了过去 咬牙切齿地陪笑 那自然是我过来 她暗中赋匪 将香柳再记上一笔 等她将来恢复了灵力 呃 小妖颓然 似乎也打不过香柳 香柳将她拎到面前 从头到脚仔细检查了一番 确认没有受到什么伤害 这才松了手 小妖忽然想起此行目的 心情不由有些低落 她索性抱住香柳的腰身 静静危在她怀中 香柳微微一正 下意识抬起手 迟疑了片刻 还是缓缓落在了她后脑 月下 两人静静相拥 片刻后 小妖抬起头 深吸了口气 看向她的目光明亮而坚定 我要去玉山了 而且 父王答应了我 我不用当王母 向柳丹丹笑道 这是好事 没了 小妖不满 香柳若有所思的沉思片刻 你这么一说 我忽然想起来 毛球也在玉山